大家早上好 现在是8点48 其实我们已经醒来一会儿了 被子还没跌 我们今天要离开这边 出发去往新的目的地 所以今天寝的都早 比较早 这边去洗脸刷牙 把水泵 水泵打开 柴油价格打开 水线是满的 走的时候等一下还要再加点水 看我们现在这个电线 现在要收电线 因为出发了 把它给拽回来 把这个电线 水呢还要再补满 因为我这边有开关嘛 所以就另外一头不需要控制 另外一头开着就可以了 不会接电的电工不是好的管道工 收电线 收拾工作完成 上车我们就要出发了 上车的准备 哎呀后门没关 看我这个越来越粗心大意了 这后门都不带关的 这场这开车 对讲机打开记得 好嘞 我们看 好 这一下可以出发了 对讲机打开 不需要雨热直接起 天气太热了 空调空调空调 空调太重要了 现在是9点54分 我们已经出发的路上 今天到那边稍微有点远 大概有两百多公里吧 然后两百多公里要走差不多三个小时 因为很多都是这样子的路 我们现在上高速了 这个地方还可以插卡的地方 卡可以插这儿 出发上高速平坦了就 就喜欢这种走进大山的感觉 代表着气温会凉爽 这边呢 就是全部都是隧道 刚出一个又进一个 刚出一个又进一个 像这样子的 大灯开开 看我现在视频中间的这个大桥 下边的落差有多大 这个桥实在是太高了 视频里面看不出来 这个实际上有多高 但下边你看下边还有一个一半 高一半的桥 能看得到吗 现在这个桥 也是红色的 比他一半高 那个桥就已经很高了 这个桥叫什么大桥 这个桥叫 严价大桥 这地方叫严价 没有写限速啊 这桥 到桥上的时候 我再看一下下边 哦 下边有个河 下边的河是什么河 多少有点苦高呢 还是不要看 现在已经 12点半了 我们现在进这个服务区休息一下 顺便加个油 这边还是中国石化 还挺好的 安隆服务区 在服务区休息 哎呀 我要把这个打开 明显感觉这边的天气还是有点热的 噔噔噔噔噔 然后再吃 这个再不吃掉就要坏掉了 虽然我们三个人已经死命在车 买的还是有点多 但是这个酥脆啊还是有的 休息一下 准备走了 休息好了就直接出发了 咦 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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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调要提前打开 不然太热了 它亮了灯我才想起它 还有这个东西的存在 我现在已经 好久没问过它了 因为它的收音啊 实在是太差了 图像还可以 这个就看什么时候 运动的时候 方便带它 它就带着这个 现在一点半了 突然发现油 油表呢已经过半了 所以我们在这边要 把油上面补满 中石化 贵州这个中石化 好像都得用现金很麻烦 只能是现金转账给肉 他们帮我加了 要不然我自己连油都加不了 现在出门谁会带现金啊 问了一下 果然这边不可以 给现金支付 也不可以这个 还可以现金支付 不可以用这个微信支付 但是它这好歹 是可以刷这个银行卡的 这油价越来越高了 现在是更快8了已经 这张卡里边 这张卡可以送我吗 可以吗 这辈子加油可能都够了 哈哈 牛家丸 继续出发 加280 看跑多少公里 347 清零 清零啊 这还有个小芭蕉 等会路上吃 安全带 安全带要绷着 这边 这边 放下来 这边放下来 这样舒服了 挂挡 松手山 继续出发 休息好了 一路上其实这种漫漫悠悠的走就挺好的 不需要赶路 想在哪休息就在哪休息 一龙西收费站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到达我们的这个 今天的驻车地 在一个峡谷内 它这边 在干什么 照相啊 好多警察站在那边 我还在查车呢 看 看出去看一下 他们在收费站那边堵着照相 我今天没有用ETC的卡 直接拿着这个卡 我要用微信支付 是吗 微信支付 看一下 哎 你好 他们是175元 看一下我这个 哇175元 哇175 这样的话 175好贵啊 这一公里要平均一块七毛五将近两块钱的 哎 好险 烤玉米 而且还挺正规的 都是这样子 4块钱一块 哎 买多少个的吗 啊 买多少个的呢 也买不了多少个 这个人家人是不介意的吗 吃了多少个 吃一两个就行了吗 15 对吧 有个人装进 5个 5个就行了 啊 5个 5个多少钱啊 20 20 好的好的 我微信可以扫吗 可以 怎么扫 扫哪里 啊 这这这 好 20块买5个 本来是5块钱一个 反正要加了4块钱一个 烤玉米 傻眼了 我刚才把那个给带子给他们了 那我我放哪 我这张纸巾放在前面吧 先 地方是到了 但是前面是平地 那边是平地 这边是有坡度的 整个这个车停着 所以 要不要考虑停到那个里边去 那里边它会落东西下来 落树叶下来 这样它我们太阳能还没有办法充电 要是为太阳能充电的话 还是停在 这边比较好一点 好吧 这这还离卫生间还近一点 这就是洗手间 那就 就这吧